这是一个临时的队位 尼克尔森不能退 好球 啊 怪伦 这个赛制来讲 我觉得恢复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跳球 比赛开始 我们队做今天比赛的第一弓 让韩德军 这是让人去惯常的第一弓 有鞋防 打出来 孤岳伦非常稳的一个进入突破的抛头 脸部不换 郁艾伦跟上下走 但还是有点忌惮 郁艾伦的突破呀 传出这个夹击球 那么 然后他又露一个 那么这种 比较的谨慎 而且他们的处理呢 都是要调动 郁艾伦的移动 郁艾伦 他全有 嗯 这个都跟他干净 防一个小个儿 突破啊 这种李小姨 折弃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就是说 还是把易建连和 这个分全都掉了出来 而郭艾伦通过上线 两分有效 一 二 一 二 拉开内线的空间 对 郭艾伦流出的工作 就是说你只要把你 面前的防守人过掉 那下面呢 就没有别人的微灵 下法已经过 现在两个人 同时跟他 有一个旺规 关键时候有人大胆地去站出来 嗯 一分多钟 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那么可能就是这个球 好球还了一个怪乐 很好的一个进攻位置 那么一定要去得分 要不然就很强视频 比较紧的防守的投篮不进 比较紧的防守的投篮不进 看可两人的推速度 好球 漂亮 阿尔森连续拿到八分 如果这种球 这是一个临时的队位 尼克尔森不能退 这是一个临时的队位 尼克尔森 好球 好球 啊 怪伦 好球 辽宁队现在应该增加进攻的成功率 最后也不太去犯规了 因为犯规处 确实也没有到 没有办法直接送对手拔球 101比95 全场比赛结束 辽宁队 在连续的两个主场的比赛当中 收获了一个2比0的大比分 好球